未過映尊尼特浦終於洗脫家暴前妻安帕赫特的罪名 惠珍尼亞法院昨天判尊尼勝訴 安帕昨天已經表明計劃上訴 對敗訴感到十分傷心 而安帕的律師Elaine昨天上節目授訪 表達對今次輸了官司的感想 她直見 這個對法庭內外的所有女性來說是種挫折 她說很多對安帕有利的證據都被打壓 法官的判決都是偏向尊尼一方 因為尊尼有財有勢 Elaine更指控尊尼的律師團隊要魔法安帕 她也反對審訊對外直播 因為這個令整個審訊變成像是動物園 每天都有100名專利的粉絲在庭內 Elaine被問到安帕想上訴 難得先付出1,350萬美元的賠償給專利 她坦然安帕絕對付不出